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人在菲律宾娶老婆娶错了 后来天天吵到最后乱七八糟 过了二十年以后整个家庭乱七八糟 有一天他问我 你跟我一样年轻的都没有结过婚 为什么你一结就结对呢 为什么我一结就结错呢 你是凭什么经验 我说哪里有经验 就问哪里可以有经验 没有经验怎么会有经验 我说恩典嘛 那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恩典 不是 你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话呢 我已经对你说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你不听话你说不要出于恩典 我真的对他讲过 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吵一直吵 还没有结婚你就吵 有这个女人来找我 我跟他一直吵 你看怎么样 我说很简单 不必结婚 你跟他一直吵 一直吵 还没有结婚就一直吵 结婚有这么 还没有结婚你的炒猪炒面 结婚有炒饭 米煮成饭炒不完 现在分开 我讲过 他不听 所以我说这一生老是对你讲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劝你两次你都不听 所以你今天这么惨 不听 你是外表很软的人 每次对你讲 里面从来不改 你没有顺服 你没有谦卑 谦卑不是 那个人有奴才像 谦卑是注意听 对 去改 那个叫做谦卑 Humility is the sincerity to repent Sincerity to change Humble yourself to correct yourself 那个叫做谦卑 真正的谦卑不是外形的 真正的谦卑不是态度的 真正的谦卑是心至上 归回真理的愿意自我修改 自我拗悔 那个拗悔呢 是不必再拗悔的